品味香酥文化,看历史古今 大家好,我是吴森 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个农葱蔬果实业栅 在这里种植着很多稀有的农产品 其中就属西红丝最优雅 三个大盆一年至少收益十多万 光一个西红丝就有二十多个品种 你们肯定没有尝过这么多品种的西红丝吧 今天我就替大家去尝一尝 这二十多个西红丝品种都是什么口味 别看这些不起眼的西红丝 是这里农民的致富金 实业栅只是致富的一个先驱者 我这就带大家去这本真经 看看这一年轻轻松松收入十多万的职业农民 这里是山西村大同寺云岗区西寒里乡 金农蔬菜实业栅 从这个实业栅走出了很多新型的职业农民 他们带着自己的致富金回乡 种地发财 走吧 咱们到他们的大盆里边去看一看 这里既然能培育出这么多的新型农民 说明咱们在这里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收获 哇呀 大家看 这里十多个大盆都是实验田 在这里种植着很多西有品种 在这个大盆种植着西红丝 咱们目的直接奉着这里来 咱们进里边品尝一下这西红丝好不好吃 走 接下来呢有请这里的农祭司张思法 为咱们介绍一下这里的西红丝 它有二十多个品种 每个品种和每个品种的口味口感都不一样 在这边就是口感一号 这个好像是结的不是太多 对对对 口感西红丝都有普遍一个共性特点 基本都是产量低 产量低 好吃 好吃 咱们的口感西红丝 今天种的六七个 六七个的口感西红丝 对 筛选一下哪个的口感 到底最好吃 它的产量如何 每个西红丝的品种 它的抗病性最好 耐热性 这些产量这些 因为咱们公司这一块承担 全员港区的好多疫苗工作 每年需要选一部分新品种出来 对 现在农民种的这个品种 稳定下来了 它是还种着 但是咱们这块作为技术储备 有什么新的品种 可以替代这个老品种 这个品种咱们就开始 慢慢淘汰 慢慢慢慢 慢慢做筛选 筛选 筛选不一年能出来 今年种的好 明年继续种 最起码连续两年以后 它的性状比较稳定以后 弹量比较稳定 抗病性也比较稳定 这个品种 咱们作为咱们这个 技术储备这一块 这个品种就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 市场上如果以前那个品种 快淘汰的时候 咱们把这个品种 新品再推出来 就推出来 这样 这边这是啥品种呢 这是口感二号 而且口感二号 你看 这都有了 像小 现在人们吃的这种圣鱼鱼 小鸡鱼鱼 都是这一类型的 哪个产量最高 哪个产量口感最好 一会儿你可以通过镜头 能看出来 像这些 这个的果形就比较偏小 偏小 你们这个特别好吃 对对对 老安 我给你塞一个西红柿 这 张四哥都说了 这个口感特别好 来尝一尝 你先尝一尝 这个是女官呢 是女官 你看看 这会儿的多麻烦 对 太了够 这个产量高 太了够 这个口感确实不错 我再塞一个 你看 这个西红柿 确实比咱们平时吃那个小西红柿 也是圣女官 比那个强多了 走咱们再去前面看啥 特别多 这是草莓 草莓 草莓番茄 草莓番茄 也不会再说草莓 我都以为草莓 草莓是第一次 你看 这是草莓番茄 给大家塞一个 是不是有草莓味了 你看 哎呀 我们的草莓味 但是有草莓味 咱们泡一个吧 来一下这儿了 那儿不吃一口 哎呀 龙奈 给你吃个草莓西红柿 哎呀呀 哎呀 哎呀 给 给你拔的 拔的 收点 收点 嗯 哎呀 龙奈 这个因为家乡的周围的 秋思河的周围的 24的 24的 你不要看里头 这儿好吃是 啊 留一点 但是这个特别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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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 特别的 越来越好吃 哈哈 哎 可以尝尝这个 你口感不一样 真的口感不一样 那是 很女口感 这个 这个 很厚 这个西红柿 有一个很 西的名字 叫香菲 香菲 香菲西红柿 嗯 尝一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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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子 给你走了 找一个 是吧 嗯 这样 漂亮 嗯 给嫂子装一个 这边可多 再摘一个 我也摘香菲 你是不是也给你女儿回起来 咸啥也哭 香菲 先吃吧 还是这儿怕吃了 这个香菲也是这样的 也这样的 里头有香菲的 再给你吃个 炒一炒吧 炒一炒吧 这个比刚才咱们吃那个 还有稍微口酸一点 对 这是甜酸口的 刚才那是特别甜 我上次看 这个是甜酸口的 喜欢酸酸甜甜的感觉 嗯 原来这是 相当于保护的炒菜 对 保护的炒菜 如果是咱们的炒菜 越来越来越来越炒 也可以做 也可以做 对 产品的品种有一个 后头的一个品种 KT10那个适合楼底做 所以说楼底 充年烦起来 要说抗平性最好的是后头这个品种 后头这个抗平性最好 这个好适来 这个品种 好适来 这个品种 这个节子这么多啊 长这么大别切 这个节子又多 又大 适合外头推广 大面这个推广 大面推广 这边是凯美特 凯美特 凯美特 这个就果大 果价就稍微大一点 果价就大 这个三点 果价也大 它的产量也高 都上来了 但是它的口感比那个稍微差一点点 甜度比那个差一点点 甜度比那个高 对 哎呀 这么多番茄的品种啊 真的是 看的野花缭烂 吃的是 流点忘板 流点忘板 真的是 您说您 咱们这边种这么多西红柿啊 也就是 咱们为啥要种这么多呢 咱们主要是以 推广自己试验新品种 对 试验新品种 这个品种适合不适合咱们大同地区种 我们先试验 我们不听厂家的 它说的最好 我们最起码拿过种子以后 我们自己小范围的试验 去种植 试验种植 看看这个品种的 它的产量 抗病性 方方面面的 它的转色好不好 各个方面都 都适合农民这个需求以后 咱们再让它推这个形状 避免 避免 避免农民 少走弯路吧 少走弯路 就是相当于你们这个试验田 把这些东西 试验好了 再去推广给农民 对 让他们去 再去种植 这肯定是没问题的 只要管理搭档 肯定是没问题 肯定高材 肯定是 能赚的钱 肯定是 这样 如果说是 咱们包括就是说 这个KT10 几块下 这个如果说是 种个三大盆 一大盆能赚多少钱 大约这些数 一大盆能赚多少钱 一大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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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以上 现在西红柿也是三块左右 三块左右 差不多 他们种一个盆的基本收入 就在三万到四五万左右 三十万 就是说种一茶西红柿还能种其他的 还可以种一茶 像秋白菜 西红柿一般长到五茶六茶这个样子 以后西红柿就整个熟了以后 全摘完以后 拉了一样以后 下一茶还能可以种一些秋菜 秋菜叶 叶菜 如果是光种西红柿 种三大盆一年 最少我看收入十几万 差不多 能种好了以后 基本收十万左右 光西红柿收入十万 不说叶菜了 再种点叶菜 收入更高 所以说现在新型职业农民 我也是挺羡慕的 农民也是很有笨头的一个职业 对 很有笨头的一个职业 不要说是老远人说 你是农民干啥了 那行 现在很多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 确实是收入比一些城市打工人还要高了 对对对 有人说是我看不起农民 并不是 只能说他也在低 现在好多这种返乡创业的 回来以后国家也有政策的扶持 好多的配套这些东西 比如说不会种地的 不要发愁 可以来您这儿学习 每年咱们就是技术指导 包括从种苗的悬域这一块 都不用农民操心 不用你的操心 对对对 只要你跟着我学 跟着我干 我就肯定能复制起来你 对对对 还是人家政府这方面 扶持力度比较大 对对对 政府重视这个事情 政府 政府 引导的也好 扶持的也好 这个行业就是有笨头的一个 有笨头的行业 如果说是没人引导 你自己今天选个这一名 明天选的那一名 肯定说是 农民耽误不起呀 你选错一个 一年就没了 这年的收入没了 今年一年的时间也没了 所以说是这个东西 像你们这个实业基地 做的是特别的好 我感觉特别的 这就是政府复制 他就是带头 对 也是农民的一个先驱者吧 相当于你们就是农民的先驱者吧 相当于我们替农民探路 探路 探路这个先驱者 需要所有组的弯路 我们先走 先走 对对对对 其实每一个品种 并不是说是它这个品种不好 我们说是 是也不是 我们适合咱们当地 对对 有的可能适合走充波 对对对对 你如果把秋天的去查玻璃以后 它心状就差了 对对对 心状就差了 不好 就不好 你们把所有的前头的路都烫平了 再去给农民再去干这个事 确实是 像咱们很多地方 像这种实业基地 比较少 确实是最适合是各个乡镇 各个都大力推广 我感觉这种模式是非常好的一种模式 有利于老百姓 有利于老百姓 对对 像我们做实验的 包括别不说是品种实验 包括好多的肥肖实验我们也做 对 波期实验我们也做 就是冲波了下波了 就同样一批种子 冲天波是什么样 完了夏天波是什么 什么样 它的抗旱性能 行不行 耐高温性能怎么样 我们都要试验一下 都要试验 对对对 确实做得是非常好 像这种新型的这种职业农民 也是他们的一个机会 是他们的一个福利 这个先驱者可不是白叫的 真的是名副其实 种植了这么多的大盆 只是为了这里的农民去熊找 最适合本地种植的农产品 把它的优势和劣势筛选出来 以供农民们做出最优的品种选择方案 轻轻松松种出了高产又好打理的蔬菜 从而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这一点也雷不开 永岗区当地的大力支持 向农民所想做 农民所做 为农村的发展开拓创新做出了好榜样 有这样的先驱者为农民念出了致富经 农民的收入再上一个新台阶 好了今天的视频我就为大家分享到了这里 没有关注无散的帮忙点关注 朋友们下期见